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刘勇,1960年出生在辽宁沈阳,曾是沈阳市人大代表,沈阳市和平区政协委员,沈阳市和平区劳动模范,扶贫先进个人。 在他的手下,一共有二十多个企业,三千多名员工,他本人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坐拥七亿资产,但是谁又能想到,顶着这么多头衔的刘勇,实际上却是一个黑帮老大呢。 刘勇在年轻的时候撞过一次大运,因为在一场水灾中救过一个富商,富商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,还出钱帮助他开起了超市。 当然,刘勇本身也非常聪明,他从开超市鞋家,逐渐在沈阳市扩大自己的生意,也算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。 有了金钱傍身后,刘勇不再满足于一个正经商人的身份,他开始招揽手下,做些违法乱机的事情,而且还一边贿赂沈阳证件,给自己寻找保护伞。 据刘勇说,他在沈阳黑白通吃,呼风唤雨,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。 他可以把沈阳副市长的儿子打残,还可以在大街上枪杀警察。 总之,上市节目的刘勇在沈阳为非作歹,嚣张至极。 但天网会会疏而不漏。 2000年8月,刘勇被抓。 2002年4月,辽宁省提令市中级法院,一审判决刘勇死刑。 2003年8月,辽宁省高院却改判他死缓。 随后,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刘宋,再度改判他死刑,立即执行。 听到这一判决,43岁的刘勇一夜白头。 2003年12月22日,刘勇最终被执行死刑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。 他去世时,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,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。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,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种奖状到底有何来令? 甘想的,